一年一度的北美国际汽车展一月份在汽车城抵特律展开 各家汽车公司今年拿出什么样的新发报来一决高下呢 美国王冬记者刘文明现在就带你去看看 2011年北美国际汽车展一月份在美国汽车城抵特律展开 通用汽车旗下雪佛兰的插电式油电车Volt 击败日产的电动车Leaf赢得了北美年度风云车的殊荣 Volt的混合动力科技在未来将会运用到其他通用汽车的车种上 小还要更小几乎是各家汽车公司对未来所达成的共识 福特在今年车展上一口气介绍了10款 E-Focus以及C-Max领军的小型车 以及Vertrack小型SUV概念车 为了全力拓展小型车市场 福特投资了5亿5000万美元 将过去制造大型SUV生产线 改装成了小型车Focus的生产线 另外再投资了6亿美元 改装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的工厂 来制造小型SUV 福特美洲区总裁马克·费尔德斯这样说 全新的Focus生产线离在底色地不远的维恩市 那里曾经是福特SUV的制造工厂 现在那里是全世界第一个可以同时生产 汽油动力和电池动力汽车的工厂 来自福特欧洲分公司的C-MAX 是针对爱好户外活动的年轻小家庭 而推出的小型多用图车 虽然是小车 C-MAX可以坐7个人 它的外观像是部现代感十足 造型流线的旅行车 却有着两扇与箱行车一样的滑动门 它的内部空间也非常有弹性 谭婉芝是C-MAX的品牌经理 你现在看到的是7人座的配置 第二排坐三个人 你可以很快很容易地把中间的座位 塞进另一个座位的座垫底下 现在你第二排变成了两个筒形座椅 并多了一条中间走道 福特在汽车展上也公布了 振奋美国人心的消息 那就是工作机会增加 光是今年 福特的生产线就要增加4000个工作机会 同时也计划再增加750个固定薪水的职位 克莱斯勒在今年车展上 带来了全新设计的旗舰车 克莱斯勒300 这个一向以霸气与马力著称的品牌 曾经有人议论纷纷 它几度被人收购又被释出的悲惨命运 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小型车 今年克莱斯勒重整旗鼓 引进了事业伙伴 意大利菲亚特的迷你车型 菲亚特500 菲亚特北美区代表 罗拉·苏瓦韦 道出了这个在美国市场上 消失了近30年的意大利小车专家 重出江湖的时机 菲亚特离开美国市场27年 而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重新回来这里 北美的小型车市场 在持续成长中 但可选择的车种太少了 没有三两三 怎敢上梁山 双门设计的菲亚特500 在欧洲市场驰骋四年 曾经获得欧洲年度风云车大奖 以及汽车设计大奖 在内的多个奖项 进军美国的菲亚特500 将配置一具1.4升的发动机 以及POP Sport Lounge 三种不同的配置 它的竞争强项在哪里呢 菲亚特500有着漂亮的外观 纯意大利的风格与设计 想拥有这种特点的车子 一般只能在昂贵的法拉利 或马沙拉蒂身上找到 菲亚特500具有这些特点 但价格却非常平实 在日系汽车方面 小型车的模范生 Honda Civic 本田的私域 则在今年的汽车展上 公布了2012年私域概念车 延续了低矮流线的设计基调 新一代私域外形更具流动感 虽然本田还没有公布内装设计 但这第九代的私域 预计在今年上市 天然瓦斯为动力的私域GX 也将对全美国销售 美洲本田执行副总裁 约翰·孟德尔这样表示 北美洲有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 以天然瓦斯为能源的私域GX 将从原来销售的四个州 扩展到全美国 所有消费者都可以买得到 本田私域的成功 打破了过去小型车 就是针对年轻族群的认知 孟德尔说 私域是本田车系里 销售横跨最多族群 以及年龄背景的车种 占了本田总体销售率的20% 另外 丰田的混合动力车普瑞斯 增加了车体与内部空间 都加大的多功能版 普瑞斯V 以及新型概念车普瑞斯C 让整个普瑞斯家族更为完备 对于近年来一直努力 利用大型豪华车款 来提升品牌形象的韩国现代汽车 小型车依然是他们的拿手必杀绝技 类似于福特的Vertrack 小型SUV概念车 现代推出了Curb 与之抗衡 并将它定位为一款城市活动车 菲利普扎克 是美洲现代汽车的首席设计师 Curb是城市越野车 可以应付路面的坑坑洞洞 也可以载你去夜店狂欢 我们称它为顽强科技 它外表是分顽强 里面却是充满高科技装备 今年即将上市的现代Velaster 来势汹汹 企图瓜分低价位小型双门车市场 首当其冲的就是 畅销多年的本田CRZ Velaster有着跑车般粗广低宽的进气罩 五行的先辈车尾 于一对高置的尾灯 但它却不是一部地道的双门车 在它车体的右侧 多了一扇门 方便后座乘客进出 而它不到2600磅的重量 比mini Cooper S还轻了95磅 约翰·克拉夫斯克 是美洲现代汽车的总裁兼执行长 重量轻带来不少好处 不仅操控的灵敏度增加 车子也更省油 Velaster在高速公路上 能有一加轮油40英里的表现 比混合动力版的本田CRZ还省油 今年的北美车展上 小型车成为主流 但就其背后原因 不外乎是预期突破4美元 一加轮的油价与环保意识抬头 各个汽车厂商 不不以当前最先进的科技来应对 德国奔驰汽车带来的电动超级跑车 有着一对海欧义车门的 SLS AMG E-CELL 就是令人震惊的科技结晶 525P的峰值马力与649磅的扭力 0到60英里加速只需要3.9秒 这样杰出的性能 却是车体内4具电动马达 与高性能电池运作的结果 看到这里 您能不觉得汽车与汽油内燃机 分道扬镳的那一刻 已经不远了吗 美国万花筒记者刘安明 发自李特律的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